NBA季前赛 三场比赛,双方展开了高质量的缠斗,首截比赛,库里表现出色,率领球队34比31反克为主,次节,詹姆斯站了出来,依靠中场前的三分远投,胡人以61-57反超进入下半场,下半场,杜兰特领到第六次方归下场,胡人趁势打出小高潮,三截战霸,胡人以102比92领, 第四节,胡人并没有给对手机会,胡人以123比113击败勇士,数据方面,布兰登英格拉姆26分,勒布兰詹姆斯15分10篮板5助攻,考德威尔波普20分,凯尔库兹马22分,勇士德斯蒂芬库里23分6助攻, 克兰汤普森20分5篮板,凯文杜兰特18分12篮板,另一场比赛,老鹰对决马次,备受争议的新秀特雷扬表现出色,依靠中场前的连得5分,一击一击冷静绝杀,帮助球队赢130比127战胜马次,此役, 林书豪一出展,获得10分3篮板,巴特勒重返森林郎训练场内批评队友NBA休赛期,森林郎球员吉敏巴特勒,曾希望球队将其交易,随着各队训练赢的开始,这名森林郎同好球星重返训练场,北京时间10月11日,根据ESPN报道,巴特勒,在回到球队后的第一场训练中用言语, 批评了队友唐斯和维金斯,不过,令人意外的是,有不少队友对巴特勒的行为,进行了积极的回应,而在巴特勒离开之前,维金斯主动与他记掌,但唐斯没有任何回应,巴特勒此前曾经警告过森林郎,如果不在赛地开始前将他交易走,情况会比现在更加糟糕,首尔FC关宣崔龙注重长校边北京时间10月11日, K联赛FC首尔俱乐部官方宣布,崔龙珠时隔两年再次出任球队主教练职务,和同江的2021年年底,011-2016年期间,崔龙珠曾长期执教首尔FC,率队获得K联赛冠军以及亚冠联赛亚军。 2016年,崔龙珠来到中朝职教苏宁,不过在2017年,由于战绩不加率尾被卡佩罗替代,本赛季,首尔FC表现不佳,32轮常规赛仅取得35分。 季节一轮也是历史上首次进入了K联赛季后赛的宝级组,神花胜梅州夺清超U17冠军北京时间10月11日,在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级联赛U17年领组总决赛中,凭借着齐龙和陈申奇的进球,神花2比1战胜梅州客家,夺得清超联赛U17年领组的冠军。 今年的清超联赛U17总计有76支队伍参加,其中包括32支职业俱乐部的U17T队,29支省市体育系统,获叶于俱乐部U17T队以,继15支高中校园足球队,前8名球队为上海绿地申华,梅州客家,广州恒大,湖北足铁,江苏苏宁,陕西老城根,大连一帮,长春亚太, 上海大师赛晓得,茨维烈夫晋级北京时间是月11月消息,ATP大师系列在上海大师赛展开单打第三轮的争夺,在一场焦点战役中。 2号种子德约科维奇以6-4,比林战胜意大利人杰奇纳托完成复仇,晋级巴强。 此前,杰奇纳托曾在法网中战胜德约科维奇,而在并一场比赛中,4号种子滋味列夫以6-1,6-4完胜澳洲选手米纳尔。 8强将对阵11号种子,英国选手艾德蒙德,亚运中国运动员传播影响力榜。 孙羊排名第一,北京时间10月11日,2018亚加达亚运会中国运动员传播影响力榜。 前50名榜单发布,在前3名中,孙羊排名第一,苏炳天第二,而竹亭排名第三,该份榜单统计了亚运会举办期间运动员的个人情况,运动成绩,媒体,曝光指数,商业指数等多方面,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与统计学科学算法相结合,进而推出这份榜单。 在刚刚过去的亚运会期间,孙羊获得了四枚金牌,是中国游泳的头牌。